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北京附近也有隐翅虫的出现 我们隐翅虫俗称为会飞的大蚂蚁 然后呢 但是呢 又有一个说法叫做会飞的硫酸 那么它主要是在6月到10月份 这是隐翅虫的繁殖期 但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临床病例 就是有可能隐翅虫对人损伤的病例 在4、5月份就有发生了 隐翅虫的特点呢 它是在潮湿阴暗的地方 而且它是皱伏夜处 有趋光性 很可能隐翅虫就飞到家里 而且它容易有一个聚集性的病例 它呀 可以说是全身带土 在我们国家呢 大概有7万种 隐翅虫 那么呢 它主要是腹部 足部和胸部 如果一旦拍死之后 它里面的体液是强酸性的 所以它对人体的腐蚀会非常的大 而且呢 在腐蚀的过程中 由于外界的一些环境 不是很干净 可能还容易激发感染呢 主要是迅速的 局部的出现发红 水泡 甚至溃烂 有的病人还会出现全身症状 淋巴结肿 高热不退 你以为它是蚂蚁 结果你啪 打它一下 你把它拍死了 这叫直接损伤 它的这个体液会迅速的接触我们的皮肤 引起很急性的强酸的一个烧伤 那么还有一种呢 叫间接 就比如说啊 你身上有 我帮你打一下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它已经释放了这个毒液 或者说别人拍碎 我帮你收拾一下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触摸到它的碎片 也有可能 尤其手指 接触了这种强酸 在抹眼睛 抹鼻子 那就造成了这种粘膜的技法损伤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如果是确实是像在南方 这种潮湿 那它还有可能藏在毛巾里面 那么它粘在毛巾上 那毛巾再擦脸 再擦身上也会引起损伤 所以关键是这个揉和碎 这么一个操作的过程 一定要避免 你不能去打它 不能去拍它 然后你把它轻轻弹走 或者你要拿几张纸覆盖着 把它捏走 把它删除 就是把它请出屋子 然后这样避免它的损伤 那么屋里放一盆水 里面放点蜂油精 它就会淹在水里 就淹死了 如果你觉得接触的比较少 确实局部只有泛红 没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那么你用肥皂水处理 用一些外用的皮肤软膏 你先可以观察 比如说半天 最多一天 如果它确实出现泛化 然后甚至你还出现了全身性的 发热或局部淋巴结肿这种情况 要及时就医